说一说图片中所发生的三件事 这里是巴士站 一个小男孩看到一位孕妇走过来时 赶紧站起来把座位让给他 那位孕妇感到很高兴 在上巴士时一个戴眼镜的男子想要插队 一位叔叔看到了 马上举起手阻止他这么做 有一个穿着校服的学生为了赶上巴士 不管来往的汽车就冲过马路 你认为那个学生这样做对吗 为什么 我认为那个学生这样做是不对的 因为这样很危险 可能会被车创倒 除了图片所看到的 你曾经在马路上看过哪些不对的行为 我曾经看到一些人在人行道上飞快的骑脚踏车 我认为他们这么做是不对的 因为这样很危险 会伤害到别人 你认为我们在马路上有怎么样的行为 我认为我认为我们在过马路时应该使用斑马线或者行人天桥这样比较安全 我们不应该在马路边玩耍因为这样很危险 走路时我们应该注意周围的车辆 不要低头看书或手机 谢谢大家